其实呢我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 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 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 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 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 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 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 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 一面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 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正和下西洋 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 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 他们也往海外跑对吧 就南洋华人 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 他一样都往海外跑 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 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 是不成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已经遍布全球了 你看他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积民 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积民 就是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没太阳吗 那个地方也年大概八个月没太阳 极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像那个 实际上 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印象多深刻 一部人类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 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 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 人多嘛 确实说的啊 这个英文不好 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 更硬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 你遭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 他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 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 都可以 然后呢 你跟他去英文 你给他干活 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美国同学不错 李银额 我觉得是李银额 李银额 没错 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他说你要买一个 最便宜的合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出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着 在那边听那个头部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得站着睡了 没得躺着睡了 房间太窄 天啊 他用站着睡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了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15 15 15 平米 15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1米8的 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子 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讲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晓得 他抢他钱 不是 不是 不不好意思 他怕他割 割他的肾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室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谈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啊 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啊 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跟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女歌星啊 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录到他台词 就说我们俩必须并排嘛 那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碟 非碟 他有个非碟 那你臭不臭呢那时候 我是臭啊 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哇我说你至于吗 在这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 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 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 教你的一个撰稿啊 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 最后就教你说 哇豆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 这个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 他说没少受罪啊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 点菜 他们就 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 点一盘那个菜心 他说点 跟他讲说 我用脱衣 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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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 不是 那个我很好奇的服务员 怎么反应 我是假如是男服务员 一定马上把电话号码 所以 所有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 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 他们就这么整我 那时候很受伤害啊 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 但你不可能学圆 他说这个是 我问你们两位啊 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 这个最受伤的事 你记得吗 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 讲几个创伤 因为我创伤太多了 讲一个还是讲两个 还是讲三个 定春秋 要不是春秋吗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子堡大学上课 上那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斯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二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 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 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 皮子堡大学 大学校长的讲学级 全大学最高的讲学级 然后在班上 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部子周园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男的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出最高的奖学级 他们自己是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 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 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也真的把我们美国 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不 我就要多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 是丁老师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多疼他们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呢 可以证明呢 可以证明 就是患上了受迫害 这是第一个受迫害 你要问我多得很啊 加一回来一个 但是丁老师 你应该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续 我最喜欢那种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对 解决 我老子明家的钱啊 这是好像最近表情包嘛 对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我随着都没有觉得受伤害 我的 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 我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人家这样看 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 然后呢 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 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 一起读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 小冲突 他直接就说我一句话 你看你家会整天对于我们香港 自己中国来的学生 臭的脸 黑格上里说我黑口黑脸 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 我说有吗 他说是啊 你看那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是我 闯阳妹外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很受伤害了 为什么呢 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 为什么 广东话说 怡修皆嘲 怡笑皆嘲 英语不好嘛 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别的友善 特别 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 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 根本不懂他讲话 那别人看起来就是说 你对洋人从洋妹外 对于我们自己人 黑口黑 黑口黑你 我觉得我蛮伤害的 这个 他讲的这个情况啊 我帮你跟你讲那个情况 我们倒遇到一个 住在一个楼上 我们那个三层楼 那个第二层楼 一个老王 我们不好讲名字 名字我记得 他是东北来的 他是学那个 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这哥尔蒙喊 这哥尔蒙 他让他胆特的 每个招募都请不通 吃饭 跟你一样 他和林走的时候 就做了一件 特别有趣的事 这在皮士堡 人人皆知 就是华人 人人皆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立定为 回来以后要当院长 他走的时候 当然是系列的副主任 说干部 说你到美国去 美国很腐败 要终于不要给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辅射回来以后 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个 学校的那个卫生所 要了一大堆的 那个避孕套 卫生套 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 然后随着都跑到美国去以后 好像没什么机会用 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他是访问学者 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们是多学位嘛 临走的时候呢 我们到美国去 跟美国人学 就叫Yad Cell 就临走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 不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个 前面花园里卖掉嘛 他把所有能够的东西拿着都卖 其中呢就包括 来的是一大堡的 我被病人套 阿富汗 顾齐了吧 我们一看以后就伤眼 说老王啊 这个东西不能卖了 因为这个传染病呢 他说我这也没用过 我们讲 人家也不知道啊 美国人不知道啊 你这个在美国卖了 也不知道中国卖 我想起来了 他马上回去以后 就拿一个大白纸牌 然后就用大那个 出了那个别就写了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 那才新才了 这就像有些观众 这个黑我 说我的大脑最值钱 因为是新的 从来没用过 从来没用过 但是 这个我 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 这句话没用过 可以很幽默 黑你 可以很哀香的 有人说全世界 最短的小说是什么 从来没用过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 据说是他写的 那么就是说 那个两句话 就是那个 一双婴儿鞋子 这是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 从来没用过 就很多故事 很多想象 那当然 对 到底什么回事 到底什么回事 是买了浪费吗 还是那个婴儿 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 他什么都没说 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 老海的小说 出出来 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 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 你家大脑never used 我们就想 但是你知道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 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 你到了那儿 就是你看我在香港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 还能通行江湖 能应付一下 我有过一个体验 就是说 你真到了美国 就是英语不行 什么叫寸步难行 我约略能够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 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 我们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 我当时就发现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 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间里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是半夜 鲁豫在我面前说 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 快捷就怪 在挪威奥斯勒 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 仅次于你的智慧 还没那么好 他带着老婆带两个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文也不行 那根本讲是挪威语 挪威语很难 很难讲的 我都听不懂 他后来讲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 什么不带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么半袋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袋脂肪的 你明白意思吗 全脂脱脂 就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搞了半天 对方那个傅文听不懂 就和他来想这个举照 孩子要喝什么 有喝妈妈的那种 然后呢 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 非常生动 这是脱脂的吗 脱脂的 当然我这是脱脂的 这是牛的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然后傅文一看起来 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美你讲 真的不一样 没有 我刚才 我只是想要讲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 懂当地语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 他们一般还是很 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 来去检控你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 就我们看定离开你的车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 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 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执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顿 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 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都是 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 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就觉得不光是 而且因为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 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 但是我去过一次 你试了白一次 香港 你白一次 我不用试一下 我跟你说 我们公司 我出公差去美国 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 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 我就跟嘉辉说的 说对老外笑脸相迎 我们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国 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 早上六点 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 就是像你说的 人家说这个外国人 你见到他要笑 对吧 要笑 然后呢 又抠口黑脸 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 一个女的 一个大肚子 长得还挺漂亮 怀孕的 那个女的见到我 她一点也不笑 瞪这个大眼镜子这么看着我 然后她就问我一些 我也听得半懂不懂 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 我说 我说收入是我的company给我的呀 她说这个你的company是在香港给你的 还是在美国给你的 什么什么的 我管她在说什么 然后呢 最后就会说极了 就是说那这个什么 你就挣钱 还是不挣钱 跟我说半天这个事 最后问我 你这个工资啊 什么的 我好像是问我 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 他爱给多少 给多少 不能的 违法 走了 最后我们公司秘书 就说怎么回事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 给拒签了 后来他就说 我后来就是 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 香港美国领事 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 说这个女的 就是首先 他怀疑我动机不纯 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 然后呢 说关键的一个怀疑 就是说 没有理由的冲他 呲咪呲咪笑 因为惨妹 他觉得心里有鬼 我跟你讲 我记得以前 经常跟朋友讲 这种误会啊 可大可小嘛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 去撒威夷 就是差不多 那种语言的误会 表情的误会 还有行为的误会 干嘛呢 我下飞机 然后检查行李 路径那个高大威武的 白人警察 那个海关 看我那个行李 然后瞄我几眼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 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 你看这样 扎扎扎扎 挤眉弄眼的这样笑 然后呢 他突然本来对我笑 突然不笑 凶起来 脸凑起来 干嘛呢 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 把我抓进房间 收身 全身收 身体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象的 他都收了 那我无所谓嘛 我清白嘛 深圳不怕 影子歪 他呢 收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心里想 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了 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 你要看就看嘛这样 然后呢 收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 清白他出去 那老外也很好 那给我道歉说 抱歉 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到底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他指一下 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 发现有避孕套 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吗 没用过 没用过的 但是你带的 可是你带的是用过的 里面原来过程里面 我记得他检查 不是有安全套有犯法吗 不是 第一个我很年轻 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 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 你有女朋友吗 在美国有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 然后后来他怀疑 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 藏在身体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 我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 要带了一百多个 那他不了解 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 过关要小心 所以你看听上去 移民啊 我看那个字 这个桥外移民 其实中国人这个桥子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那个桥 那个桥装打扮的桥 对 所以你要移民的话 可能就是跑人家过去桥装打扮 又伪装出来 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你知道吗 谁给你的这个植物广告 我可想起来 我可想起来 丢老师今天能发财 我帮你要 我帮你要 但是你讲 对不起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当地除了语言之外 法律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很重要的例证 你知不知道在美国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 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 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 他出门十几个 我就是鲁裕的随从 不是 你如果真的有随从 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 你最好问问清楚 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 按照美国本地那个州 那一个州 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 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 按州新付给他 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 或者是有人检举你 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 你有可能智商官司的 所以大官司 不是小官司 大官司 你带劳工 所以有一年我因为 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 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 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 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 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小时是八点多美金 我就按州新给他 他一直跟我说不用 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 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 他一直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用用用 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助罗了 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 你们说今天中国的经济也好起来 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 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 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 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那不用我们后来 那个作者姓曹的 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 年过七旬了 回来了 回来在北京 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纽约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说 照他的观点 他就说 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战场 老年人的牧场 就坟场 老年人的坟场 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 你觉得那个好啊 空气好啊 这个好 他说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说你没有试过 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 都是负债的 就是在美国 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是个人 你要一没这个工作 你立马成孙子 就是因为你房贷 车贷 学贷 就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他就说 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 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师 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 当然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 老华侨门 你看个老华侨门看出来 但是那是个老华侨 大部分都还是 所以劳工阶级 在中国餐馆 他们打工了 就老华侨 你发现 很多的老华侨 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说回到故土 我这点钱 也能够吃 我们每天 喝点小酒 溜溜狗 走走路 是吧 在美国就很惨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 很多的医疗保险 那就现在 你那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邹老师 当年你在美国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嘛 聊移民 我就一下就想到他 他当年你知道 在跟名人 曾经同居过 跟这个 王 今天还是李银河 李银河的 父母 这个已经去世的 那个王小波 对吧 他跟王小波呢 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 而且呢 他住的那个房子 是他去美国 李银河帮他租的 是 李银河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 对 我租过以前 是我们一个单位 但我那时候没见过他的面 你当时去美国 为什么让李银河帮你找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 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 特别 我找十个月到美国 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 是美国披士堡大学大学校长资助 所以我当时人家就说 到美国去 跟中国不一样 有吧 在中国 我们这些单身汉子 不叫防费的 因为你做集体收拾嘛 说到美国 就那点钱 哪能付得起防费啊 你得找人帮忙啊 不然你就坐到马路上 我想坐马路上 给警察给抓起来 然后就拖地引火照 然后真的给我们找到 找到了小格楼 但我没你那个胆量 就把格楼在外面再盖格楼 这定春秋 一下就扎一尖 一下扎一尖 我来做证 他猜了 因为他猜了之后有抑郁症 整天说家辉 我越想越不服气 可是没办法要守法 然后又要看风水 又这个拉格 最后他看破了 我做了事就因果嘛 当然既然这个丁老怪 揭发了我对吧 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 因为这本身就是 新移民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跟广美还说呢 我说聊移民 就主要是他们俩说 家辉在美国生活 丁老师对吧 后来广美也启发我 说咱们在香港生活 也算移民 内地在香港生活 这么特别 对 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现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嘛 我没移过名 后来还想 不是 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 还移了两个地儿 所以你看你比如说 在咱们这个内地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伪装 咱们内地叫伪装建筑 很多人家在阳台上盖一个 盖一个什么 然后呢 你看我在香港 跑马地买一个房子 有那个天台 我买的时候是这个 人家卖给我的那家 上面是加建了一层 那已经加建了几十年了 但是呢银行要给你按揭呢 按香港法律 你全得拆光 拆光了我说 我搭个这个检一棚嘛 我搭个检一棚 而且呢你看 这咱不了解人家 这个本向本土的规矩 我就得问当地人 这就说明呢 问当地人 你也得问对人 对 我问的是我的那个装修佬 然后那个 我那个装修佬 在香港装修四十年了 加上他爸 老豆 说我老豆很有经验的 说这个 就是前建 说你这种性质的 没有问题 不会管到你的 然后就是说 我给你建 然后呢就是说 你记着 乌鱼鼠呢会给你发信 让你拆 但是呢你不要理他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你要等到一封 粉红色的信 粉红色全的 那个时候你再拆 然后但是一通常 到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已经两三年就过去了 你就还能享受啊 所以我说好吧 你在装修佬 有哪一个村的 新界的 新界的吧 对对对 他拿了新界的法律 他拿的不是跑马地的 如果最后呢 就是说给我信 我都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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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粉红色的信 一直没等到 等来了一封黄色的信 然后我一打开 这乌鱼鼠现在检控你 情于4月27号 到东区裁判署提堂 我成被告了 你知道吗 吓得我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装修老兄 没有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他说 不要去 你赶快拆 好 这就赶快拆 拆了之后呢 就是说 先认罪 你要 法官大人 我都拆了 我都拆了 然后就是 罚款不当 最后因为我呢 还常在内地工作 人都不在香港 说 请一律师 花一万五 请一律师 当庭罚款一万 所以你看 这说明 我算不算新移民的 当然新移民的 但你这个情况 并我们遇到的那个情况 要仁慈的多 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 听到的 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震撼呢 这两个韩国人 他跑到纽约去 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 然后呢 纽约东西很冷 他们想吃狗肉 所以怕四年 想吃狗肉 结果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 我们留学生嘛 多多说他懂英文 他跑到超市去 想买狗肉 早上怎么会在美国有狗肉呢 然后这两个个人们 实际上是熬不住了 就把人家的宠物狗给偷吃了 偷吃了 他这两个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关键问题在这里 就跟你一样 前进一样 他并不认为这个是违法的 他们把人家狗吃到以后 就把那个骨头 就包一包以后 就扔到他们那个 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 结果人家后来又找找找 终于找到了 一找到以后 这两个人判了六个月 本来说判得更多 不是 但是他不认为是违法是说 不认为吃狗肉违法 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 他们认为不认为 偷狗谁都知道违法 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 他们根本不认为 偷人家狗是法三家法 所以说对 没有 其实文涛你是那个 科技进步的受害者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特别严格 因为有航拍 他们那个政府执法 经常你以为他叫小孩子在玩吗 没有 他在执法放个飞机 看你们这有豪宅 谁是违章建筑 我也不算豪宅航拍 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 他那个都有纠察队 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 纠察队 像北京一样的什么 小家老太太 对啊 北京有朝阳大妈 龐马帝也有 相当有爱投诉的市民 是吧 广美你看你能分享分享吗 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 我为什么找我谈这话题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 也曾经是一个新移民 因为我觉得 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 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 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了 江辉也是跟这个